迎接2023年 北捷在跨年夜派出员工 组成的朝天团 协助疏导人潮 好 不过现在就有民众 在网络PO出了这段影片 可以发现有两个男子 就在市府捷运前合唱 他们表现相当的敬业 而且表演很有趣 兜乐现场的民众 网友就在下面留言说 这两个男子的表现 比烟火还要有意思 甚至有网友笑说 明年他会因为朝天团 想要到出入口附近来跨年 放上了笑容 别吹梦 别吹梦 市府捷运站前 两名北捷员工拿着麦克风 来了段清唱表演 自带和声 逗了不少现场民众 在外动给我好好走 就怕跨年晚会一散场 等在捷运前的人潮不耐烦 北捷出动员工组成的朝天团 在重点出口当场娱乐大家 准备的歌单当然不止一首 影片PO上网路 网友一片盛赞 笑说原来北捷员工 要会唱歌才能被录取 还有人直接被圈粉 说会因为北捷员工 想到出入口跨年 这感觉比烟火还有意思 还有人幽默留言 好险大家没喊encore 要不然都不用回家了 不只唱歌讲冷笑话 现场还跟民众 玩起了有讲争达 为了舒缓人潮 安抚旅客等候心情 朝天团使出浑身解数 今夜表现也在网路掀起 讨论话题 记者综合报道